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斩首 都是斩首处决囚犯或处决人质 那斩首虽然残忍 不过他在整个阿拉伯 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中 其实是有他的历史源源 是他们其实历史上就是惯用的一种刑罚 那么这一次却改用火刑 这是第一招 而且他处决的烧死的对象是同样是属于穆斯林 而且同样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 逊尼派的一个约旦的飞行员 所以这个事件不但引起就是像西方国家的谴责 那整个阿拉伯世界 整个穆斯林世界 反应都非常非常强烈 这跟他过去处决欧洲 美国 还有日本的人质 那引起的反应完完全全不一样 为什么他们对于火刑会反应这么的激烈 那甚至于约旦的国王 他甚至于宣称说他要发动一场汗天动地的复仇 这个伊哥铁龙一场纵火 引起了中东一片的愤怒 对 最主要是因为 首先是因为太过于残忍 而且他是用火刑 你按照古兰经的话 这个火刑基本上是只有真主 就是他们的上帝真主才会使用 在那个地狱中处罚 处罚那些罪人 所以你IS伊斯兰国用这种火刑处决 那等于也然是以那种真主 真主自居 而且他们处决的对象是他们同样是穆斯林 而且同样是逊尼派 所以这个对很多阿拉伯世界的人 真的可能对很多本来对伊斯兰国有点同情 有点同情甚至有点向往的人 等于说敲响一气警钟 说这样一个组织 不管他打的是什么样的旗号 他是什么样的主张 他是一个恐怖组织 他不可能跟一个文明社会 文明的体制共存 那在这个约旦飞观的家乡 约旦本身 那当然更是全国群情激愤 像IS他用火刑的这一次的事件 那他原本其实我们知道他斩首人犯 或者是利用各种这种残酷的手段 去处决人质 然后还会用到等于说有录影 然后会有影片会有转播 那他当初应该没有料到这一次的火刑 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跟震怒 那当初他会公布这样的一个影片 大概主要动机可能就是想要嚇阻啊 因为美国从去年8月 8月开始发动空袭以来 那约旦 因为约旦他传统的立场 他就是亲美 那约旦空军也加入 加入轰炸IS 轰炸伊斯兰国的那个行列 还有很多其他几个温和派的 温和派的那些穆斯林国家 阿拉伯国家 所以呢 这个IS他的打的如意算盘 现在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恐吓 来嚇阻其他的穆斯林国家 继续跟他为敌 所以想要在这些国家的内部 内部等于说是掀起风暴 让他们这些国家的 支持美国的这些穆斯林政府 成为重视之地 不过目前看起来 他们的算盘是完完全全 完全打错了 反而是让这些温和派 穆斯林国家 他们从民间到政府 几乎是同仇敌凯 真的是就是要跟IS 跟伊斯兰国势不两立 我们知道在那次 把人质烧死之后呢 这个美国其实迅速宣布 他们计划把给约旦的年度援助 从6.6亿美元增加到10亿美元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那中东很多国家这个同仇敌凯 所以这一次反伊斯兰国 会不会更快一点 就解决这件事情 会不会更快 更快一点 对目前看起来 这可能是整个就是 伊斯兰国从去年6月突然 异军突起来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那个转折点 那美国如果说他懂得顺水推舟 那想对约旦和其他阿拉伯盟方 提供适当的军援 跟经济财政援助的话 那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呢 就是让他促使那些阿拉伯人 阿拉伯国家自行清理门户 这个比美国 美国来主导战士 应该会有效的多 那这几年我们也看到 那那个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他从美国赶回首度安曼 还没下飞机 他就在这一样下令 处决 处决两个跟伊斯兰国相关 有关的那种恐怖分子 然后约旦空军 约旦空军这几天 大概出动了数十架次 那不但轰炸叙利亚北部的 伊斯兰国据点 甚至还轰炸伊拉克 伊拉克北部的IS IS那个据点 而且他们是强调说 他们绝对不会把守 一定要重创 甚至一定要歼灭 歼灭伊斯兰国 所以这个对美国 其实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 那都是一个消灭IS 消灭伊斯兰国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一个非常好的时机 趁大家同仇敌忾的时候 对 而且重点是 这是由阿拉伯国家 自己来做 自己带头 这个战略意义就非常非常重要 这可能也是伊斯兰国 史料未及的一件事情 对 这个是有关于中东 那其实在东欧乌克兰的和平 是不是又有一点点曙光出现 对 乌克兰 乌克兰从去年二月到现在快一年了 它的局势一直相当不稳定 尤其去年九月 各方盘承了一个停火协定 本来看起来是有点露出和平曙光 可是到今年一月到今年一月 那战火 东部战火又开始升高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欧洲国家 以德国跟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 感觉他们已经是忍无可忍 乌克兰再这样乱下去 会拖累整个欧洲 所以现在是德国跟法国出来 两国原理 德国总理梅克尔跟法国总统阿朗德 两个人出来 先跟乌克兰会商 再跟莫斯科会商 那梅克尔他今天又到了华盛顿 要直接见欧巴马 就无论如何 他们要搞定一个乌克兰的一个和平计划 他们觉得欧洲的事情要欧洲自己解决 会不会跟前几天 美国可能会提供更致命性的武器给乌克兰 那包括北约真军有关系 对 这些都是千一反而动全身 那北约的话目前对到底要不要提供乌克兰那种致命性的杀伤性的武器 北约他本身他是说尊重各成员国 各成员国的决议 那一般来说各成员国大概也是一看德国跟法国怎么做 目前他们还不太愿意走到这一步 因为走到这一步就有点直接刺激俄罗斯 直接跟俄罗斯这样子打对台的味道 所以他们大概目前还不至于走到 还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因为何谈何意呢 目前看起来还是有希望 那至于北约的那个动作 那就是北约他的扩军动作 他增设一个5000人的卯特部队 然后在东欧六个国家 六个国家呢 开设基地 强化整个在欧洲东部的 东部的那个防务 那这个是做更长远更长远的打算 他们曾经在明斯克签过签过协议 但是好像似乎没有什么用 那这一次其实应该是在这个礼拜三十一号的时候 四个国家会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举行四国的峰会 在寻求终止东欧冲突的一些解决的方案 就现在的各种迹象看起来 会不会比上一次的要好呢 这一次看起来因为德国跟法国 德国跟法国呢 他的动作很大 而且两国还不是由外长出面 等于说是连国家最高领导人 政府两人亲自出面 亲自出面斡旋 等于说各方无论如何 都要卖他们的 卖他们面子 所以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 有机会再达成一次和平协议 但是能不能能不能长久维持下去 让乌克兰真的从真的能够战火能够平息 能够从废墟中 废墟中重建 然后缓解俄罗斯跟欧美的 欧美的那种紧张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 有一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请教 具体为什么英国在哪里 我们看到德国总理法国总统的 为什么英国没有出面 英国因为毕竟他不是欧洲欧陆国家 他本身是海岛 所以他对乌克兰事业 他比较没有直接介入 而且在历史上 在整个欧洲而言 英国跟美国的关系特别密切 英国一直是美国在欧洲的 等于说是一个特殊的 特殊的盟邦盟友 双方在外交政策 在安全政策上 那几乎英国可以说是 为美国把守事实在意不意去 所以英国在这方面 因为他跟美国关系太密切 所以反而就比较没有那种运作的 反而就比较没有运作的空间 那相较之下 德国跟法国 因为他们的立场比较中立 也未必就是完全听美国指挥 所以由他们两个国家出面 出面好像是比较容易跟俄罗斯坦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您邀请的是 风传媒的副总编辑 延济宇 在今天的单元当中 我们针对最近的一些国际新闻事件 请延济宇为听众朋友 做一些深入的分析 那乌克兰的冲突 其实在上个礼拜就升高 那是不是要军援的辩论 还有各国的穿梭外交 其实看的一般的民众 其实是有点眼花缭乱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 请济宇利用一点点时间 帮我们的听众朋友整理一下 这个乌克兰乌东的冲突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俄罗斯为什么也会介入 乌克兰它传统上 乌克兰是一个挺麻烦的国家 它虽然是属于斯拉夫人 可是在历史上 它一部分 它一直想要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而且乌克兰它其实是有自己的语言 乌克兰语跟俄罗斯语是有差别的 那到了近代 到了近代之后 那乌克兰跟俄罗斯 各是有非常复杂的历史恩怨 恩怨情仇 更麻烦的是 就整个乌克兰 大概可以分成东部跟西部 东部说俄罗斯语的人比较多 甚至有很多是俄罗斯语 那他们传统上就比较亲 莫斯科 那西部的话 西部的话呢 它是向西看 它们就跟欧洲 跟欧盟的 跟欧盟的关系比较亲近 它希望说乌克兰 乌克兰能够跟西欧 能够做更紧密的 更紧密的结合 那乌克兰的上一任政府 本来是亲俄 本来是亲俄派的 他对欧洲 对欧盟怀有戒心 那结果后来就在一连串的 示威抗议 现在之中 那种垮台 那由西部的 西部的 西部的那个亲欧盟势力 那主持新政府 但是这个对俄罗斯而言 就犯了大忌 因为俄罗斯向来是把 乌克兰看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所以无论如何 它不容许 乌克兰 就这样一面倒走向欧洲 所以就酿成今天这样一个乱局 所以就酿成今天这个 东乌这个乱局 对 我们接下来看看 社会议题跟一些新闻道德的问题 那首先就是加拿大 那加拿大联邦最高法院 在6号的时候判决 他们现有的禁止 安乐死的法律 是侵犯人权的 所以他给予国会两院 一年的时间 要制定允许 安乐死合法化的新法案 其实安乐死这个议题 在很多的国家 其实一直都是争议性 很大的问题 对 那加拿大这一次的决定 还会有很大的争议吗 或者是为什么会有 这样的一个判决 因为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这一次做出的 做出判决的是他们的最高 联邦最高法院 等于就是九位大法官 而且是做出一致的 一致的判决 那联邦最高法院 当然就是一切案件的终审法院 它等于说是判定这样的一个 禁止安乐死这样一个禁令 它是违反人权的 所以接下来的行动 其实就是国会 国会必须修法 那必须开放 开放安乐死 那至于说开放到什么程度 我要设什么样的门槛 什么样的条件 那接下来就是有很多的立法 很多的立法工作要做 所以他们给国会大概一年 给国会一年时间来筹备 因为这个影响会相当大 而且各方的 其实赞成者跟反对者 那他们意见 应该会有蛮强烈的对立 安乐死本来就是加拿大 争议很久的一个问题 那加拿大现行的法律是规定 它任何人帮助别人自杀 都属于刑事犯罪 那所以我们其实也常常 从一些故事或者是报道当中看到 有很多得了绝症的加拿大人 或者是有些国家的人 会前往欧洲 有些的国家 就允许安乐死的国家 去寻求有尊严的离去 多半好像都到瑞士去 对像目前就是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 其实毕竟还是少数 很少数 对对那大部分是在欧洲 有些西欧 西欧国家像刚提到的瑞士 像荷兰 像比利时 比利时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是属于合法 但绝大部分的国家 我讲好都还是把安乐死 安乐死视为非法 所以像加拿大这一次这个案件 像最高法院提出 提出的官司的 那其实两个 那个马莫奇病患 两个是两位女士 那其实都已经都已经过世 都已经不在了 对那其中一位 Kate Carter 卡特女士 她就是在大概四五年前 就到瑞士 到瑞士一家一员 接受合法的 接受合法的那个安乐死 但是我们想知道 不是每一个人 每个家庭都有 都有这样的能力 都有这样的能力 对可以千里迢迢 把自己的家人 非常非常麻烦的方式 送到另外一个 而且多半他们都是 其实重病的患者 对对对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加拿大有可能会成为一个 可以安乐死的国家 对如果是这样的话 对整个那个安乐死的 安乐死家的议题 会有相当大的 会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其实很多国家 很多国家 欧美很多国家 那其实他们内部 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呼声 但是往往反对最利的 那就是教会 基督教会 基督教会或者 几乎无一例外 所以是恐怖的死亡 跟有尊严的离去 之间的争议 其实还蛮大的 对 我看你们的新闻写到 加拿大今年的10月19号 会举行国会下议院的选举 那这个议题会成为 选战的焦点吗 对对对 这个议题 这个议题因为 加拿大 加拿大其实 它有相当多的天主教徒 那天主教会 当然对这样的 对这个立场 应该是反对 对这个立场 他们是强烈的 强烈的反对立场 不过有联邦最高法院 这个判决出炉的话 出炉的话 那加拿大国会 将来无论如何 就是一定要 就是一定要修法 就是这个大方向 这个大方向 是已经 是已经确定了 所以加拿大很有可能 在一年之内 很快 如果说真的话 一年其实很快 对 它很有可能在一年之内 成为一个安乐式合法化的国家 那加拿大当然是一个大国 它的安乐式如果合法化 那其实对其他推动 安乐式合法化的 其他国家的那些社会的组织来说 是等于说是一大助力 那也会促使很多人 重新去反省 重新去检视 去形式 安乐式 安乐式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好 继续我们看一则 有关于新闻道德的新闻 这个身为新闻工作者 看到这则新闻 会不会特别 特别有感觉 对对对 这个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 晚间新闻 王牌主播威廉斯 他发表声明 自己要暂时离开主播台 那原因呢 可能是他自己说 他自己对新闻的叙述 太过入戏 那真的只是太过入戏而已吗 这个从就台湾来看的话 可能会觉得 美国人好像有点小题大做 有点小题大做 对 说这个有那么严重吗 不过我们从这里 可以看出来说 美国人 美国新闻界 知道是主流媒体 主流新闻媒体 他们的那种自律 他们对专业伦理的重视 以及他们那种自清 清理门户的 清理门户的机制 那我觉得还是非常 值得台湾 台湾的媒体 不管是民众 或者媒体同业 来做参考 威廉斯他自己说 是他自己对于新闻的叙述 太过入戏 也就是我们从很多的 媒体报道当中看起来 那也有些人 常常形容记者的报道 是语不经人事不休 那他这个是属于这个 太过入戏 语不经人事不休呢 或者是真的牵涉到 所谓新闻工作者的 道德跟职业的两知呢 其实他这个 他这一次涉及了两个事件 其实倒不是说他制作的新闻 因为有什么问题 造假 或者说侵犯其他人权利等等 那主要是他对自己的新闻事业 新闻报道事业的 事业的叙述 据说那被人提报 被人提报说呢 有造假甚至有刻意说谎 刻意说谎的情形 那其中一次是在2003年3月 2003月2003年3月的时候呢 那他曾经到伊拉克 当时美军跟伊拉克 美军刚刚入侵伊拉克不久 那他曾经达成直升机 做战地采访 就是他就宣称说 他在当时有多危险 多可怕 那曾经他的那个直升机 被火箭弹RTG给击中 然后迫降 等于说是91升 可是问题是 那个直升机上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也不是只有一架直升机 那后来 后来当天也在场的 一些几位美军官兵就出来 就出来吐槽 或者说我们这样子提报 所以那个温廉斯 的确有搭直升机 可他那架直升机 根本没有被火箭弹击中 也没有呢 也没有能迫降 甚至不是 那些叙述 完完全全是往自己脸上贴近 甚至不是那个 当初那两架直升机之一 都不是 因为他的说法 这个几年之间就变一次 几年之间就变一次 那越变就是越省勇 对对对 刚开始他只说 他坐直升机去 后来说他说 他看到那个直升机被击中 前面那个直升机被击中 他自己的直升机 他自己的直升机被击中 那无论如何 他本身是一个新闻 新闻工作者 新闻工作者最重要最重要 就是要追求真实 追求真相 那你如果连自己的这样的经历 你都会在有意无意之间 这样子 其实讲难题 连就是说谎 就是说谎 就是造假 那你身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你的整个credit 你整个信誉 那别人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那如果说对比那种真实 跟真相的新闻 用一种那很夸张式的叙述报导的话 基云你怎么看这样的新闻处理 其实 回安威远斯 另外一点就是 他是一个主播 对 他是一个主播 他是坐在 他是坐在 那个电视新闻台上 是报夜间新闻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那种王牌主播 新闻的王牌主播 对对 他代表自己就是一个权威的 形象 那在新闻界中 你权威 当然就必须 百分之百要符合真实 我们绝对不能有一个 说谎 说谎或照讲 一个说谎的权威 一个粉饰真相 粉饰事实的那个权威 那尤其他这一次更麻烦是 他是惹到了 惹到了美国的退伍军人 他等于说惹到那些 真正在战场上 真正在战场上的 那个出生入死的官兵 所以这个风暴一出来之后 始终没有办法平息 到最后逼得他 必须暂时离开主播台 接受调查 波台说回来以后会继续努力 重获大众信任 那其实现在看起来 他能不能回来 那其实要打一个 打一个问号 因为关于他过去 其他的一些采访经历 也全部会被挖出来 检讨 对对对 包括他在2005年 去报道那个美国 卡特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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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飓风 飓风的 他的一些 他的一些说法 现在也被质疑 譬如说他说 他在那个饭店 当地那个牛澳 牛澳梁的一座 五星级饭店 说从窗口看出去 看到一具尸体 飘过去 那结果就被人吐槽 说他所住的那个地区 其实根本没怎么淹水 就算有人不信罹难 那个尸体也飘不起来 也飘不起来 也不会从他的窗口 这样子流过去 可是他这样子报道 的确是那种 太有戏剧性了 对对对 有些时候不能为了 吸引更多的读者 而太夸张自己的报道 对对对 所以他目前等于说 他三十几年 他1981年就进入 电视新闻圈 他三十几年的 三十几年的 那个电视新闻 那个新闻事业 累积起来的那种 权威跟信任 记者的言行 要非常非常小心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为听众朋友 您邀访的是 风传美的副总编辑 严济宇 在今天的国际APP单元当中 我们请严济宇 针对在这个礼拜 最近所发生的一些 国际新闻 另外包括了 两则社会性的议题 包括加拿大安乐死的议题 以及这个新闻道德的议题 请寄予为听众朋友 做这个深入分析跟报道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